嗨,大家好,我是思维杰 礼仪廉慈,国之思维,思维不章,道德沦陷,良心不在 最近,台湾的年轻人被卖到柬埔赛工作的新闻 让台湾的父母亲除了不舍,还担心害怕 害怕如果有一天联络不上孩子,会不会就是被骗出国了呢? 以前,台湾籍,出国是去观光,shopping,或是工作业务出差 转换工作成为调薪的捷径,因为不愁没有工作 如今,却沦落到被国民所得低于台湾17倍的国家 以高薪的工作为诱因,来骗卖我们的年轻人 这是台湾的悲歌 难道台湾真的穷到连希望也给不了下一代吗? 如今,25K,清贫族,穷忙,失业,不婚,啃老的年轻世代 身为妈妈的思维姐,真的很心疼 立法委员曾明中曾指出,所谓的经济成果 并没有让全民共享,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而且,不止贫富差距扩大,包括实质薪资倒退 物价上涨,以及高房价等不公平现象持续发生 政府没有解决,只会在选举时用大内宣来骗选票 承认高阶公子长达34年的柳哥,看到了问题的核心 我们来听听柳哥怎么说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退休公务员柳青元 公职34年历经台北市政府,台湾省政府,财政部与内政部 现已到了知天命之年 我发现科技文明发达,一日千里日行月异 但世道衰微,人心浮沉,社会纷乱,国际动荡,环境巨变 人类的发展和生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 今天,特别以良心对贪腐为题,来分享我的心情感受 首先来回到国际反贪腐的由来 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为防护和打击贪腐 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公共服务的效能 特于第58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简称UNCAC,由187国缔约国,并定12月9日为国际反贪腐日 公约自2005年12月14日生效 联合国反贪腐公约,揭示了贪腐的10种样态 那我称它为反贪腐的10借 1. 贵落 2. 盗用 3. 杀妻无弊 4. 恶所敲诈 5. 滥用自有财良 6. 利用利益冲突或内线交易 7. 收受不法之溃赠 8. 恩惠 8. 佣金 8. 偏施 9. 裙贷关系 10. 非法现金 这当然都会受到社会的期待和价值判断 以及文化差异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但我归纳它为一条 贪腐就是一切不公不平不法不一的罪恶的代名词 简单明了 其次我要来谈谈衡量测量贪腐的方法 那测量贪腐的程度呢 先行最具权威的是NGO透明国际组织 Transparency 1995年开始调查公布的贪腐印象指数CPI 当然还有其他的贪腐容忍指数 贪腐公共连结指数 行贿指数 贪腐趋势贪腐诊断趋势 这些各有其议测量的方法 今天呢 特别再入了NGO透明国际组织 所公布的2021年最新版的全球180国贪腐排行榜 那我再入了44个国家 在这个表里面呢 我们先关切我们自己所属的亚洲地区 在亚洲地区呢 首推新加坡排名第5 香港排名第12 日本排名第20 那台湾呢排名在第25 美国还排在我们后面的27 那中国呢 排名在66 都不及格 还有呢 现在 在东南亚地区 人手照片集团的地区呢 柬埔寨呢 则名列到160名 归藏的落后 那这份表呢 是用百分比 百分计算的 分数越高的 代表它的年轻度越高 分数越低的 代表它的贪腐程度越严重 那有一个比较 箭头朝上的 就是2021年 比前一年 2020年有进步的就箭头往上 比前一年退步的 箭头就往下 如果花等号就是表示 它的排名 维持的没有变动 那接下来呢 刚才有提到 联合国的反贪腐公约 在台湾呢 是2015年 签署为缔约国 在当时呢 9年前呢 透明国际组织呢 公布当年的贪腐 贪腐排名的时候 台湾在亚太地区 排名倒数第三名 法国附成维持呢 召开记者会 抗议排名不辞不公 有损民主灯塔的美名 和国家形象 因为贪腐严重 代表了 弱乎不明不文明 应该是那个时期呢 台湾我们呢 发生了总统 行政院秘书长 立法院副院长等高层 将去爆发了贪腐的事件所致 接下来 经年度比较高的呢 它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特征 反之则容易生贪腐 好 它的特征呢 第一 就政策公开透明 黑箱就是贪腐 第二 民主法治严谨 有权有责 监督就责的机关呢 健全而言明 第三 人权思想成熟 也就是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的 相对的均衡好的发展 那接下来我要列举国内外的重大贪腐事件 作为警惕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国际性的首推发动战争侵略 那又恐怖攻击 瓜果的贩毒 人蛇诈骗 种族灭绝等等 那国内性的 我们要首推的食安石油毒奶粉事件 还有排毒水排废水事件 还有宗教诈漆事件 宗教扫漆事件 还有白色恐怖事件 还有论文储文事件 那涉及贪腐的官员呢 层次呢 尚从总统以至于到五院各部会各院 包括了立法院副院长 行政院秘书长 立坚委员 检察长 法官 县市长 议长 人事行政局长 交通部长 营建署长 驻都局长 消防局长 地震局长 国家公园署长等等 不胜枚局 主犯不及被宰 犯行 尽数难失 不可不戒甚恐惧 事实印证了 有组织就有贪腐 有权力就有贪腐 贪腐如影随形 就在你的身旁 那说到国内的重大贪腐事件 有一件 最为国际专家学者 一定会提到 关切的 是一个集合了台湾 所有法税 违法贪腐犯行 号称法税228 照妖精的 宗教信仰是有迫害案件 太极门案 太极门案 历经十年七个月 最终由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件去征罚 却因为一位 违法滥权的检察官 侯官人 不择手段 违法侦办起诉 联手国税局 违法课税重罚 并获同行政执行署 违法强制执行拍卖 独立没收从供 几近二十六年 经过了所有的救济管道 仍不能获得清白平凡 完全暴露了 政府公权力的霸凌 以及组织结构 贪腐犯行的邪恶 更在不道德的检举奖金 以及违法的税务 及执行奖金 推波助澜之下 官官向父 冤案历久难平 空口转型 却毫无正义可言 留下的知识 无辜人民 持续承受的 政府贪污的苦果 以及人前遭受 严重破坏的苦难 最后呢 我要用西洋人 责发责人 告诫的 权力使人浮化 绝对权力 使人绝对浮化 权力是贪污的蚊床 人性的邪恶 官谷见经 见网之来 唯有良心一颗 千金不患 万果藏心 才是赐国 救国良藩 我的良心 对贪腐 分享我命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在台湾各级学校的校训 李 义 义 脸 齿 一直是这样叫化我们的孩子 李 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 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脸 是清清白白的辨别 齿 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思维的日常 就是良心的日常 这是人生的准则 生活的依据 但是 你来看看 网络上流传出 我们国家的行政首长 都做了什么样的示范 查契奖金被废掉了 你现在变相 搞出一个奖励金 这些没有反应计的 在民国 九十三年四月九号 已经 将财务法环 此理暂行条例 第三条 第四条 修正会址 所以你们查契奖金 也就被取消了 但是财政部 核花 税务奖励金 作为要点 用作为要点 取代被 取消的 这个法源 然后来发这个 奖励金 那你现在 所以我们 这个税务这点都有 年总奖金 有考期奖金 考期奖金就是你表现的 良好 给考期奖金啊 还有不休假奖金 你现在 又变相跟人家拿 这一个奖励金 合理吗 你说 来 部长说 说个公道话 是 我说公道话 嗯 税务体系 这个自发体系 如果待遇不高 它不足以养年 不足以养年 不足以养年 我们这个税务奖励金 没有个人奖金这一块 对 为什么我们编的预算里面还是有 105106都还有这个 所谓个人奖金额这一块 监察院 4月12号有个调查报告 税务奖金法源不足之外 主管人员领取的金额偏高啊 未删除财税机关 正副首长之个人奖金啊 你不是在鼓励基层人员 是上头在拿这个钱 我想其他机关也是一样啊 你首长副首长也有 相关的奖金嘛 今天奖金不是只有 我们税务奖金只有 财政部有而已嘛 其他任何机关都有啊 那你说个人取消变团体 团体又是首长在发 那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 1212在那边 您快变成一种变相的津贴了 部长这税务奖金你有没有拿 我没有拿 我没有拿 你快变了 那谁在拿 那就是相关的 所有的税务同仁嘛 我刚刚讲要看到大家是什么 有一首歌我就很喜欢唱了 就是说 你是我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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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我的颜 为什么 大家去帮我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人在逃漏税 所以各位 你们是国税局的颜 如果你看到了怎么办呢 来 跟国税局检举 如果你觉得他生意很好 他却没有发 用发票 你就来告诉我们 好 请问像公司的监局有什么帮助 有奖金啊 有奖金啊 最高480万 这个问的太好了 这个同学应该可以把他吸引进来 当我们的这个优秀同仁 大家听完这个以后呢 有兴趣来加入我们 代表市国税局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太极门事件是由你起头的 搞了18年还没定案 是什么道理啊 如果你国税局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呢 报言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啊 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 确定执行那个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围墙 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 立刻把它涂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跟他上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 这种税务机关吗 政府对人民 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啦 好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嘛 一定的嘛 不然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没有道理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什么是乱象呢 从财政部长开始 为了养联 纵容税务人员 对人民随意开单课税 可以伪造文书 拍卖人民的资产 不用被惩处 即使人民告上法庭 也有法院布行 可以获得无罪判决 最终 竟然还有绩效奖金可以领 这样的贪污环境 有多少人受不住诱惑 昧着良心 同流合污 有理想 有报复的台湾年轻人 进入社会 就进入了低薪的困境 飙涨的房价物价 让年轻人放弃追求目标的动力 根据统计 超过三分之二的上班族 低于平均薪支 劳工实质所得倒退17年 家户实质所得 与可支配所得倒退28年 现在月薪族买房 竟然需要30到40年 不吃不喝 可是你以为 只有进入职场的年轻人 才会担心害怕吗 我们来听听 国中生的烦恼 我是桃园市私立六合国中 二年级的学生 同时也是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今天在这里 我想要说我对台湾税制的看法 因为我对于台湾败坏的税制度 感到恐慌 虽然我只是国中生 没有报税的经验 但是当我看到台湾税制的不完善 也看到台湾 有这么多企业沦为税灾户 受到财政部和国税局的欺负 也让我深深害怕 台湾的公司企业若长期被国税局不当查税 而出走或结束营业 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受到迫害 也担心在未来 不仅找不到工作 还有可能要离开家人到国外当抬劳 我非常不希望我的未来是这样的不堪 今年过年期间 我和家人一起到加拿大旅游 我们到了一家服饰店去看衣服 那个服务我们的年轻店员 他也是台湾人 我们问他为何要来加拿大打工 他说他要来赚钱 在这几天的旅游中 我看到了很多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在来加拿大赚钱的 有些的会回台湾 有些的就直接留在加拿大 不回去了 他们其实都很想要回到台湾 但是回到台湾工作 薪水根本连他们自己的生活费 都负担不了 我看到了一则新闻 里面说到 台湾的大学教师出走 近年越来越严重 台大副教务长康世忠 九月将转到加拿大的公立大学任职 他坦言 无法感受到台湾未来十年有机会 清大今年也有三名教授离开 教大还有教授 直接带了整组团队离台 我很担心 我以后上了大学 优秀的教授都走了 没有好的教授教我 我想问问看政府 你们怎么留住好的教授给我们 我曾经在网路上看到 一个国家的新王 最重要的就是税制的完善 以国埃及来说 为何这个国家可以维持三千多年的反胜 有很大的原因 是税务官员征税的方式 法老王所派出的书记官 不可以抄征人民的钱 如果做了抄征的事 就会被割鼻子 流放到外地严惩 因为抄征让人民厌恶政府 反观台湾 有谁可以监督国税局官员不当课税 台湾国税局的官员 竟然在四年抄征总和超过五千亿元 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国 只要抄征了 就会还税于民 和人民分享盈余 台湾的财政官员说 抄征的钱又来还国债 讽刺的是 国债越还越多 只见赵丰金罚款六十六亿 庆付案炸贷两百零五亿 公股银行九百八十亿元 无单品借贷中国企业 国家拿人民的血汗钱 来填补政府缺失与财务漏洞 使国债越来越多 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 而更不合理的是 查税本应是税官应尽的职责 但是当国税局的官员查税后 居然还可以拿到奖金 这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只要犯错了 不但不用被处罚 还可以拿到一支嘉奖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些违法抄征的官员 还没有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明明是个连在国二社会课本中的 公民都有写到 当官员犯法时 必须遵从责任政治里的法律责任 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种连国二生都知道的基本常识 大人会不知道吗 如果没有法税改革联盟 我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到 台湾的法税有这么多问题 透过这些活生生的案例 也让我上了一课 而我也开始关心我们的社会 也开始为我们的未来站出来发声 我希望政府可以听到我们的心声 来 请小翔说 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翔 今年18岁 九月份就要上大学了 感谢立委们将2023年 台湾人民成年年龄 将20岁下修至18岁 而公民权之中的投票权 也在立法院通过了修宪案 将交付于人民复决 今年我终于有投票权了 这是我的手头 我一定要投下一张良心的选票 选出真正能为人民福祉着想的良心官员 为何会有这样深刻的期盼与体认呢 我是太极门弟子 太极门冤错假案 在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三审无罪确定 财政部国税局执行证执行署 竟然联手将当年活宽检察官不实的几处书 拿来对太极门违法课税 最后还强制执行排卖太极门的土地 我记得2020年7月酷热的天气 我和一群年龄相仿的师兄师姐 放弃暑假 每天到行政执行署前 取牌 抗议 陈勤 跟着年长的师兄姐 在行政执行署门外 声思力竭的希望署长关心我们的冤屈 结果 不但没有人理睬 8月21号位于苗栗的土地 是师父原本规划给弟子修行的预定定 就在我的眼前被拍卖了 活生生的强强名产啊 太极门冤案26年了 只有与我年龄相仿师兄姐能理解 我们一出生 就背负着太极门的冤错假案 所带来的痛苦与磨练 有记忆以来就看着爸爸妈妈 还有阿嬷为了师门的清白 更为了报答师父对弟子的教导 却遭受迫害的救命之恩 只好牺牲陪伴我的时间 三岁时就随着父母 为了平反太极门冤错假案 而去街头抗议 甚至站在凯道上 对着总统府成行抗议 如今我已经18岁了 官员的良心在哪里 请问蔡总统 国家还有公理正义吗 这样的成长过程说真的 心中出现了强大的冲击 这跟在学校老师教导我们 做人处事的道理 完全背道而驰 违法的官员不但没有受到惩处 还能继续升官发财 为什么在学校犯错要受到惩处呢 难道应验了那句官员犯错的对联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横批全凭关系 政府的官员官官相护才是霸道啊 在太极门案件中 我才知道台湾的税务官员 竟然有查税奖金 公务人员为名服务 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及义务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税务人员 能够用查税奖金 来当作工作的bonus 2020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则新闻 一位黄妈妈志工 只是站在路边举牌 询问行政执行署 新竹分署 主任执行官李贵芬 在太极门案中 领了多少的奖金 六家派出所远警 就对手无寸铁的志工黄妈妈 强行逮捕自警局 询问超过六个小时 又连夜送地检署漏夜征讯 检察官并对他裁定限制住居 导致黄妈妈惊吓恐惧 昏厥送医 被审断为创伤压力症候群 执法手段严重过当 我在行政执行署前 举牌了两个月 完全被当成塑缴 是这些官员发现 违法贪赌的行为败露 就拿公权利益来侵害 良善守法的老百姓 台湾这么严重的贪腐环境 令我感到非常的恶心 面对举步艰困的环境 我依旧要勇敢积极向前 因为我从小目睹太极门 即使被国家公权力霸凌 我的师父总是会引导我们 要正向积极的作为 即使面对国家 无良官僚不公义的迫害 我们还是要秉持着 练武之人的精神 坚持追求功力与正义 希望能够用我们的切身之痛 来串联更多有影响力的人一起 为正义发声 所以今年六月有一个机会 可以跟着我的师父及师兄师姐 一起到美国的政治中心 华盛顿DC 参加了IRF2022 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 此次大会公开讨论 太极门信仰迫害案件 国际钦佩 台湾坚持民主 却忧心至今尚未摆脱威权的影响 民主国家捍卫人群 尊重信仰自由 追求公理正义 不受时效限制 IRF高峰会期间 一群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 更发起了联署 呼吁台湾政府要解决太极门案件 因人计会下 能够跟国际宗教自由秘书处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Secretariat 副主席Dr. Paul Murray 谈话 他告诉我们 这个世代就是要创造一个 安全的宗教自由环境 然后安心地将火炬交给年轻的世代 继续把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传承下去 持续为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发声 这一段话让我受到非常巨大的鼓励 让我体验到一个民主国家 应该要呈现的样貌 政府会犯错 但是在犯错之后要如何检讨 如何去修改 才是最重要的 身为即将接下火炬的年轻人 我呼吁台湾政府 应该要尽快地正视问题 解决问题 这张良心的选票至关重要 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应该为了自己 为了国家的未来 站出来发声 唯有平凡假案 杜绝贪腐 国家才有安定的未来 谢谢大家 面对税制的乱象 Y3一个个撤离台湾 本土企业一个个相继退场 如果我们愿意法税改革制度 废除税务执行奖励金 声讨违法公务人员 实践法治治国 台湾这个美丽宝岛 何丑没有人要来投资 年轻人又何丑没有工作呢 如果能够留在家乡 谁愿意离乡背井啊 台湾2015年通过 联合国反贪腐公约实行法 今年2022年4月20日公布 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第二次国家报告 将于8月30日至9月2日举行 第二次国家报告 国际审查会议 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 审查落实公约的执行情形 呼吁蔡政府立即废止奖励金制度 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与中华民国联合国反贪腐公约实行法 不然今年11月26日 在举行九合一大选时 让我们投下良心选票 选选以能 翻转出一个年轻人可以安身立命 老年人安享天年 良心领寒 人权自国的优质团队 节目到此 谢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远中耶会有μέa 者 议收对明镜与点栏目 AL phenomenal nost弥 探索 供设明镜与点栏目 用心好時代 給人家裡來 我的勇前勇敢做武術 家裡唱得了唱歌 百分天地称之外 祈福自身愛生日 愛余佛民生花貴 佛願佛民祖民來 用心好時代 三個島民來 唱歌手有心悲心 全家用前典 用心好時代 三個島民來 愛余佛人 好樂好時代 三個島民來 愛余佛人 全家用前典 愛余佛人 好事代 三個島民生花貴 愛余佛人 全家用前典 愛余佛人 全家用前典 愛余佛人 全家用 全家用 全家用